主意的发给大家了 耐心的先等待 我在这一段先跟大家说说 乐山大佛的这个部分吧 其实乐山大佛 说这个之前呢 先问问大家知不知道 睡佛这个景点呢 可能大家对它也比较的熟悉 那么乐山大佛 它并不是睡着的 它是坐着的 它算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像 之一了吧 是在唐代的时候 建在中国的这个地方的 是没有错的话 是峨眉山附近吧 那当时候呢 我去成都的第二天 就是来到了乐山大佛 第三天才是去 我上个星期跟大家分享的 峨眉山啊 在这个来自成都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表当中呢 就是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一定要来看的 因为真的非常的壮观哦 而且当时我做的这个旅行方式 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我们首先先把车停在外头 然后呢 我们自己要走路进去 在走路进去的时候啊 四周围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大哥大叔 还有一些阿姨啊 就会问你 哎要不要骑车 要不要骑车 因为呢 很像三轮车的那种概念 他们就会 所以 我们先把车停在这里